大家好,我是大伟 我是小玥 今天我们要带果果去体验一个马术课 就是前两天我在学校门口接他放学 有人给我发个传单 我看是个马术俱乐部 然后就约了一间免费的体验课 也不知道果果喜不喜欢 今天去试试去 反正我就感觉这个马术特别高 那个高档,高贵 你们发现吗 就是那种特别声势的那种启发 反正这个星期班就是 确实比这个跆拳道呀 什么武术呀 那种普通的星期班 听起来趣味性强一些 稍微的独特一点 咱们去看看去呗 反正是免费骑 不过,爸爸采访一下你 你想不想去吗 我去看看 有点害怕 有点害怕 胆子不要那么小 他还没骑过马 这是第一次 去了会有教练的 不用害怕 那个俱乐部在 房山那边 我们现在准备打车去 我们马上快到了 看上去 挺好的 现在果果要准备喂这个马了 把火螺蜂放在虎梭里边 把手置长起来 就跟你去动物园喂那个传给鹿一样呀 哎呀,你看妈妈 把手机放在 哎呀,对 哎,对 好 咬着右脸,撒手就行了 哎呀,没事 没有撒手就行了 找马 这个马300多 哇塞 这个马是 那个什么品种 这世界公文最好的菜马 我给你长个小马 我哥现在穿上装备 准备登马 效果不错 太帅气了 你学这个 太棒了宝宝 骑得挺好的 骑得这么好 往前看宝宝 你把头抬起来 这更帅了 看果果骑得挺好的 我也准备去 对对对 但有那个家庭 大人也可以去 我去体验一下 教练让你妈妈 直接拉着姜绳 哈哈哈哈 上车就跑得有点快 把我吓一跳 刚才骑马是什么感受 说一下 刚上去的时候有点晃悠 感觉不平衡不稳 走上两圈 跟着那个节奏晃习惯了 感觉就还行 习惯了 然后他稍微跑起来的时候 刚开始有点害怕 就是保持平衡吧 反正其实挺有意思的 等学会了 应该就好玩了 我感觉学会骑马之后 以后出去旅游 像去泪梦呀 像去草原呀 草原上就可以驰骋了 对 驰骋香肠了 是吧 刚才我们在这个场地里 我跟果果都体验了一下 还参观了那个马房 大概这个一个多小时的体验 全都是免费的 然后这儿服务也挺好的 可以来找这个王雷老师 但是要报北京塑造院 还有优惠 对 报我的名字 还可以小学姐优惠 哎呀 终于到家了 在那边 体验到一直天黑了 我们才回家 在那边是免费体验了一个多小时 我也骑了两圈 然后感觉那边的场地挺大的 然后马匹也比较多 就是环境还行 然后问了一下价格 就是学费 说是得办个一年的年卡 一万多 然后每次去的话 一节课教练是200块 这个是单算的 我们大概就是算了一下 这个学习的成本 就是一个月 两千四左右 每一次一个星期 去一次600 感觉比那个学画画呀 学个跆拳道 学个游泳啊 这些兴趣班的话 这个马术就是 价格稍微高一点 但是我跟大伟想了想 觉得也能理解啊 因为毕竟马是那个活物 它运营管理成本比较高 加上那个马术教练 为了安全起见 都是一对一的教练 这就是成本就高一点 但是我看狗狗今天挺喜欢的 他觉得还挺有乐趣 所以我跟大伟商量一下 决定要下周去 去带他去开个卡 所以我今天就给小月说 感觉回北京养了孩子 太费钱了 真的是 你感觉呢 但是大家都学呀 你看那个里面 学院很多 你不可能老是什么便宜 学什么吧 你看孩子兴趣 再说咱们挣钱 不就给狗狗花的吗 别太那个一毛不拔了 他喜欢的话 这钱就花的值 也是两千多一个月 稍微高点 但又不是咱们付不起的程度 是不是 对那个教练说练骑马的话 能练孩子的身姿 就是让孩子特别倾直 然后增加他那个气质 还有他的勇气 而且还有一个说那个 练马居然也能烤鸡 就跟钢琴烤鸡一样 他现在就是一项专业的体育赛事 有赛马呀 还有那个跨栏呀什么的 然后说考大学的时候也能加分 就是 还是有点好处跟用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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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